身边装穷的人真的太多了 装富的人太少了 因为装富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我们脱口秀员里 如果谁要敢装富 我们就能把他吃穷 我们就会不断地捧着他 之前我就会遇到了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就跟我吹了半天 说多有钱 什么名表 豪车 私人飞机 说的天花乱坠的 我就一直在迎合他说 哇你好厉害啊 要不然我们去旁边那个 人均1500的习三厅 边吃边聊吧 他立马说 不好意思啊 我得走了 我的私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果然后来坐地铁的时候 我就碰到了他 别说私人飞机了 他连个座都没有 我还跟他闲聊呢 我说天哪 我该不会不小心闯入了 您的私人地铁吧 杨丽脱口秀名场面 名场面一 夜也要在一起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很羡慕起这个标题的人 我觉得他跟他的大学同学 相处的一定非常好 毕业了还要在一起 为什么 毕业不就应该马上分开吗 我就想他们宿舍是不是没有人磨牙 也没有人打呼 也没有人夜不归宿 都是一群平时也交不到朋友 只能和室友 好好相处的 对吧 就是在我印象中 大学同学也没有相处的那么好吧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是同学们都会吃散伙饭嘛 然后我那天晚上哭得 眼睛都肿了 喜极而泣 就觉得 觉得 觉得 觉得终于要分开了 我那天也喝了点酒 有点激动 你知道吧 我就端起酒杯 跟我同学们说 我说 同学们 虽然你们其中有很多人 我都不是很喜欢 我说 我说 但我还是会想念你们的 成熟点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撒谎 我根本不会想他们 明场面二 他今天站在我的反方 他竟然觉得 长得好看 不会成功 鉴于我对这些 脱口秀员的了解 他肯定会玩一些脏的 邪的 比如他就会说 谁说长得好看 更容易成功 我自己不就是个反例吗 我就是靠 不好看成功的 首先 至圣 不要在历解面前 说成功 你还要努力 你知道吧 其次呢 我觉得你就是长得好看 今天为了这个变题 我也豁出去了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他就是 效果文化 长得最好看的 他比庞博 好看多了 庞博就是那种 好看 看一眼就过去了 但他不一样 他就是值得探究 回来是学画画的 所以我每次见到他 我都很开心 我都觉得他长得特别艺术 特别耐看 让人忍不住 想多去看一看 这是什么印象派啊 还是野兽派啊 到底造物主 造他的时候 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造别人的时候 可能是想展现一下 这个自己的伟大 但我觉得造他的时候 就是想让告诉大家 我还是有奇思妙想 明场面三 有次我在一个 主播的直播间 我就说 要想让我下单 你就别叫我宝宝 叫我美女 主播回了我也觉得 他说这位宝宝 真是个幽默的宝宝 当然也不是 所有的快手主播 都叫宝宝的 还是有很多 喜欢叫家人的 我跟你讲 这两个词 就像有魔力一样 就是不知道怎么了 只要一听到家人 我就难以抗拒 那段时间 我买了好多家人们 推荐的根本用不着的东西 比如说毛线 你知道我这个 我连针都不拿的人 我竟然买了一斤毛线 我当时那个雄心壮志 我就甚至想说 我要为我男朋友 打一条 让他温暖到惊艳的围巾 我到底怎么了 我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根本就没有男朋友啊 后来 我还尝试了一次 直播带货 因为太火了 就是卖货的时候 我就特别紧张 我特别怕说错话了 让客户特别不高兴 结果我发现 播完以后还好 我真的卖了不少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 是我妈把我的直播 分享在了家族群里 我真的没有想到 在那场直播里 我嘴里喊的家人 真的是我的家人 明场面四 常有人问我 说杨丽 你老这么吐槽男人 那你究竟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的自我标准 和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一定要多好 宠我 把我宠上天 最好把我宠坏 这样以后 我站在台上 说了什么话 得罪了什么人 就等于有一个男的 站出来说 怎么了 我宠的 但我可能接受不了 这么肉麻的男生啊 虽然还挺感人的 我呢 看我相聚的时候 就很喜欢那种桥段 就是男主为了女主 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这也太宠了 为什么我就没有 遇过这样的男人 我只遇过一个半夜12点 在我家楼下 唱歌表白的 整个小区都被他吵醒了 真的请让人感动 他为了表白 不惜与整个小区为敌 后来呢 我就投诉他了 因为谁让他表白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也真的是非常大伴 我一个收入 一点都不稳定的 脱口秀演员 我有什么资格聊理财啊 他们跟我说 因为你缺钱啊 三十而已 虽然是个励志 所有女性的成长都很奇怪 就不是遇到了渣男 就是遇到了渣女 小才顿悟 然后终于成长了 所以这个剧 我觉得就是源于生活 但是地缘 每次都得通过 感情线的那种推动 所以看到我好着急啊 我好想跟他们说 别理男人了 理财啊 要是这样 他们还会被感情线推着走吗 他们会推着感情线 就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 工资只有1700每个月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说脱口秀了 我就脱贫了 月薪达到了3000 我觉得是时候理财了 但我忘了 理财需要钱 还需要懂数学 我的理财计划最终就停留在了 我到底是每周定投100元的偏股型基金 还是买个4%的定期理财 到底哪个值得我购买 听完你们是不是也晕了 我也晕了 这两个词 如果不是客户给钱了 我也记得了 我真的这辈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在一个这么华丽的舞台上 在这巴巴演讲 还要聊格调 我一个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 我真的 我这辈子就没有过格调 我就没有追求过格调 你知道在做脱口秀之前 我是不化妆的 而且我也不懂护肤 完全不懂 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然后他也不是很了解我 所以他就问了我一个 特别大胆的问题 他说杨丽 你多久做一次脸 我说啥意思 他说就是护肤做脸 我说你是不是说抹擦脸油 这个我懂 这个多久抹一次要看情况嘛 你知道一般当我这样 张嘴的时候 这个位置有一种裂开的感觉 我就会抹一点 我就知道啊该护肤了 我觉得春节就是一场 大型的无聊行为展示 你比如说守夜 除夕夜 不管多困 你都守到十二点才可以睡觉 很奇怪 平时你根本不想睡觉 一到守夜了 你就想睡觉 春节还有一个传统 就是看春晚 其实我最喜欢 就是和亲戚一起做的事情 就是看春晚 因为相比之下 电视的声音 也实在是太悦耳了吧 而大舅二舅三舅的声音 也实在是太刺耳了 什么你怎么还不结婚啊 啥时候能抱你孩子啊 对吧 用蔡明老师的话说 就是甭拱说话 都比他们好听 所以我觉得春晚的意义 不在于增强家庭的凝聚力 而是在于分散亲戚的注意力 对吧 集五福的作用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起来很无聊 但是可以很好的 分散亲戚们的注意力 今天我也借这个机会 恳求支付宝 把集福字这个活动 搞大一点对吧 直接集365个住宝 用幸福麻痹他们 让他们一天都不想搭理我 如果他们还想搭理我 我就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身在福中不知福 一个印象 说好像男性消费比较偏理性 女性的消费就比较冲动 都说我们女人的钱好挣 是 女人的钱有多好挣呢 有的人知不都挣出一个阿里来了 都怪我们女性一时冲动 让你们阿里有机可冲 好吧我承认 有的男人消费 确实比较理性一点 但我呢 还是更欣赏冲动的男人 男生就特别喜欢吐槽女生 容易陷入消费陷阱 说自己有多么的聪明 睿智 但是他们也有冲动的时候 比方说他们一看到 各种知识付费 各种课程 就卖不动腿了 只要能是提升自己的课程 一律买 男人也不学 学也学不会 对吧 最后为知识付了那么多费 只学会了一个知识 就是不要的轻易 为知识付费 男生在游戏里花钱 就更不理性了 王建国就是这样一个人 据我所知 他平时抠的钥子 所有的花销 都是给游戏充钱 一充钱绝不手软 他还跟我们说 男人至死是少年 我小时候就爱玩游戏 我现在还爱玩 说完就又去 给游戏充钱了 王建国 你说的对 我觉得你还是 充钱的那个少年 没有意思是改变 一个免费的信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这是我第二次 录游戏球大会嘛 上一季我也录了 大家应该认识 应该看过我吧 如果你不是 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的话 那你应该就看过我 对 我上一次参加了四次 四期得了两次倒数第一 然后本来以为录节目嘛 能收获一些名啊 利啊 结果只收获了两次倒数第一 但是我虽然没有进半决赛 但是大家都认识我了 然后也记住了我的段子 所以他们私下 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特别热情地说 杨丽你为啥没进半决赛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我能看出你们有的人 连这个段子也忘了 你知道 也是录完节目 也会接受一些采访什么 但是我真的不适合那个工作 因为我发现 我会很有那种冲动 说出一些特别不合适的答案 就他们问完一些问题以后 我特别下意识地想说 关你啥事 你知道 但是我忍住了 我跟你说艺人不能加 你知道 而且他们有的问题 真的太难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行业 女脱口秀演员这么少 我哪知道啊 问我干嘛 你咋不直接问我 这个世界贫富差 就为什么这么大呢 这太难了 我要为这个事负责吗 又不是我把其他女演员 挤走的 你去问斯文呢 而且我没想到 他们今天连斯文都想挤走 而且就这几个女演员 你们还分不清呢 录完以后有多少人来问我 我说你在车间的生活 过得怎么样 一个行业女生少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很多行业女生都少 比如说 在现在最现代化 国际化的行业 复仇者联盟里 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 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 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组织 还敢叫复联 最令人生气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黑寡妇的 超能力是什么吗 我特意去网上查过 黑寡妇啊 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 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 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 所以她衰老的速度 比别人慢很多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超能力 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没有了 他们还是做了一些 别的努力的 他们除了 严缓了他的衰老以外 他们还顺便给他 做了绝育手术 我真的忍不住 要怀疑了大哥 你改造他 真的是为了让他战斗吗 你就是想留住 他的身材吧 要是为了战斗 你就把它改成灭霸那样呗 那战斗力多强啊 而且跟绿军人谈来 还特别般配 如果结婚 如果结婚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 大一点的房子 就是为什么 大家对女性的幻想 就永远是年轻 漂亮 身材好 为什么女英雄 她就不能老呢 她怎么就不能是老人 她为什么不能六十岁 对吧 你知道吗 就是宝金沧桑 利金风霜 头发滑白 两眼放光 一些高级的喜剧技巧 她身材虽然不像 原来那么完美了 但是她往那一站 一人很有气势说 我看哪个孙子 要毁灭地球 先问问奶奶 我答不答应 你看啊 她叫别人孙子 都不是为了骂人 只是单纯的出于年龄 和背后的东西 多酷啊 但是就不能这样拍 这样拍观众就不乐意了 观众会说 我不想看这个 我想看的是黑寡妇 不是真寡妇 就是不要这样 不要对我们这么苛刻 而且你仔细想想 黑寡妇就注定是真寡妇 因为她太能活了 没有一个男人 能走在她后面 但是我虽然老抱怨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时候想要这些 我就很烦 但我其实知道 我其实处境没有那么惨 我有很多选择 只不过我没选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 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 我努力写 写不出来硬写 像这些男演员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 我也可以选择不写吧 你知道 我就直接不写了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 去敲李戴的门说 嗯 我写不写不写了 我写不过来 喜剧太难了 收 对 你再也不开门 我就去敲成禄的 成禄也不开 我就去敲建国的 我一路敲到底 敲进总决赛 脱口秀敲门人 开玩笑的啊 不能这样 这样就不公平了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凭实力站在这儿 凭实力战胜他们 如果实力不行 我们就靠运气 如果运气还不行 我们就靠寿命嘛 像黑寡妇一样 我们好好活着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些男演员 身体也都不太好的样子 吓死吧 吓死吧 可以吓死 将来有一天 就要轮到他们来问我 说为什么这个男演员 这么傻 我就可以骄傲地说 都被我熬死了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对 我又来了 跟去年一样 我还是单身 其实我也单身太久了吧 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 对我的感情生活 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就是 我真的是不懂 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男生 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 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 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 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喜欢你们喜欢到 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众多的你们当中 选出一个 我会想说 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 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宁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台上 看到很多 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其中 没有任何一个想过 说我这个长相 就是上电视的话 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 没有 过来 过来把头低了下来 我从小就很困惑 你知道吗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她学习成绩很好 她每次都能考85分以上 但是她就是不开心 她就想 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她就能考40分 但是她可开心了 你感觉她拥有全世界 她能拿着那张卷子 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在说 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 我是个傻子 还有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 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说能不能 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 大哥 所以你觉得 他当年之所以 选择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而且谈恋爱 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 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所以我就特别不认同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这句话 我觉得真爱就是没有距离 没法保持 你知道吗 就即便是交朋友 我们必须也得全身心地付出 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 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刻薄的话 是对谁吗 就是对我闺蜜的男朋友的前女友 就是这个女人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恨她 就是我跟我闺蜜们去聚会 然后我就看见她在刷一个女生的朋友圈 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这是谁啊 长得真好看 然后她说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我立马就改口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说 我说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不可能好 性格决定命运 她命好不了 她叫什么名字 听说好像叫瑶瑶 我说叫瑶瑶的能有什么好人呢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 可是我女朋友就叫瑶瑶 我说那对不起了 那今天就必须得牺牲你女朋友了 今天我们对瑶瑶就是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女生交起朋友来 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但是你们试过和男生倾诉心事吗 我试过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我失恋了 她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就觉得 她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她 我说拿你当朋友才跟你说的 我说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你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的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特别自信 就像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 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 朋友怎么开心 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重要 都是至理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这个人只是单纯地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你们就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现在加我杨丽 大家好我是杨丽 高到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杨丽你这样做会特别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我觉得我特别像赛车场上的女郎 赶紧我手里就插一个小旗的准备 随时说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你知道吗 我当时那个蓝色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我今天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势说 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洋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然后大学是在一个设计学院 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了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我当时想说这就是同道中人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我就是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我老穿T恤 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 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这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 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 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是质剪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摆的 肯定比两张一摆的 摸起来轻薄 开灯了 没人开灯了 我觉得杨姐 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所以你知道 我每次看到那些 打扮特别夸张的 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 那么潇洒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 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 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 悄悄地溜过去 说我的衣服 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 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品位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 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 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 存在的本身 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 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掌声 好恐怖药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可以 这个我觉得很稳 我觉得很稳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 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博洋 你知道吗 拍照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 随时都在说 哦 我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 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怎么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就是忽然 然后就说 我一定要赢 我真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够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进半决赛了 两季了 我终于进半决赛了 我这一季 也有点表现得太好了 从来都没输过 我天呐 段子也很火 黑寡妇 但是我也因为这个段子 挨了很多骂 就是他们有人 很多人说 我在黑黑寡妇 你听听这话说的 你感觉我是个流氓 在调戏寡妇 我说黑黑寡妇 现在就是你提谁 就是黑谁 你知道黑寡妇 它就是一个电影形象 它都不存在 你提她都是黑的 提真人就更不行了 你知道 上一季我也挨骂 因为我也讲了一个段子 讲了一个偶像 抽烟的事 你知道 然后就有好多粉丝来骂我 就对我进行各种诅咒啊 脏话 说我又老又土又丑 我就不依附数了 反正就是一些 我根本不在意的事情 你知道 然后 还有人说我人品不好 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没有底线 为人恶毒 我当然觉得 现在这些年轻人 年龄不大 看人倒是还挺准的 其实我也没有 真的很想说这个事 我也觉得很无聊 但是因为就比到这儿了嘛 第九期了 我也是真的 有点不知道说啥了 我就想我去微博上 看看什么私信什么的 就有一条说 怎么 今年不靠黑我们弟弟 来博眼球了 看完以后我就觉得 也是个办法 与其姜在这儿 不如搏一搏 所以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 我这个人人生 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你知道 我这个人说话做事 不光不留遗憾 我都不留余地 不就是死吗 我怕吗 我怕 死可太可怕了 你们死过吗 应该没有 我前一阵做了一个手术 很小的手术 但是因为你知道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我上一次做手术的时候 还是我一个礼拜前 整容的时候 没有没有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真的是很小的手术 我长了一个子宫内膜膝肉 就只要把它切了就好了 然后你就也没有任何后遗症 你整个人 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但当时你知道 我的胆量 都不足以支撑到 听完医生说完整个结论 他刚说 你的子宫里长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 完了癌症 因为你知道 以我的性格 我的前半生 一定干过很多 值得报应的事 我就想 有的时候真的不应该那样 我不应该在台上 这么说人家来着 我就开始回忆 我人生做的每一件错事 一件一件仔细地忏悔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我还跟你说 杨丽不能再忏悔了 再忏悔这辈子就过去了 毕竟可能你这辈子 也没剩几天了 然后我还想 我真的应该好好保证 我的身体来着 我不应该老出去喝酒 我现在才明白 那些老叫我喝酒的人 也不一定是喜欢我 可能单纯地 只是想害死我 最让我难受的是 我想到 以后再也没有人 听我说脱口秀了 我也没有人 我也不会出现在脱口秀里了 我只会出现在一些 各大公众号的 养生文章里 文章的标题 我都猜得到 应该就会叫 熬夜究竟有多伤身体 脱口秀黑寡妇 熬走别人之前 先熬走了自己 就是相比于心疼我来说 大家更想在我的死亡上 总结出一些先进经验 但我发现 死好像也有好处 就是在你临死之前 你就解脱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我误以为 自己得绝症那几天 是我人生中 过得最痛快的一个月 我说 根本不过脑子 你知道吧 我想说啥就说啥 我朋友有的时候说 你这么说话 有点伤人了 我就说怎么呢 你会死吗 谁我都不放在眼里 连客户我都不在乎 客户说 杨丽我觉得你这个段子 有点不是很好笑 我说 那你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吧 谢谢 所以啥 别人都觉得好笑 就你觉得不好笑 不好笑 别合作了呀 我的人生差你这点钱吗 我人生差的是一个奇迹 你有吗 但是因为 子宫内摩西肉 是一个有点妇可病 毕竟我还是一个少女 所以我每次 跟他们聊到 我的病情的时候 我都说得很模糊 也不是很明白 所以他们就只知道 我的肚子里 长了一个东西 所以过了几天以后 所有人都在传 我怀孕了 听说是Rock的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 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了 然后那个架势 我觉得哪怕我今天 得的是一个结石 这个结石取出来了 都会被他们强制地命名为 小Rock 对不起了Rock 我就是想赢 因为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就是我就明白了 人生都有可能 随时遗憾离场 所以这个比赛 我一定不能遗憾离场 我想通了 虽然死亡 随时都可能降临 但我不能害怕 我一定要像 我永远不会死那样活着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最后一期了 决赛了 我真的没想到 我真的能进决赛 我当时说 我要一路敲进总决赛的时候 不是这么想 决赛了 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到 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了 就是谈恋爱 我这期怎么搞的 我都到决赛了 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 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 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袭 我就喜欢谈恋爱 我从小就这样 而且我谈恋爱特别投入 从小就这样 我都不用真的谈恋爱 我只要开始暗恋别人 我的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从全校第五十 马上掉到第五百 我妈说 咋了这孩子 你是不是沉迷游戏了 我当时想说 是 爱情这场游戏 好吧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想各种办法 然后就天天逼我喝牛奶 天天比我喝牛奶 结果越喝成绩越差 因为她不懂 牛奶喝得越多 我的身体发育就越好 我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而且我谈恋爱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主动地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啊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 你知道吗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还有好多那种劲儿的东西 这是我的梦想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谈恋爱真的太好了 谈恋爱就是怎么都是好 不管你谈得好或者是不好 都一定是好事 就如果你谈得很顺利 你就很兴奋很开心 然后你最后就顺利地结婚了 但如果你谈得不好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吗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他 侮辱他 他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他见到我的时候 那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然后说话都开始接 比如说 我啊你啊 你不要误会 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 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什么 我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 想起就是那种 咚咚咚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 什么这是 这多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图啥 不就图个热热闹闹吗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逛街 不一样的是 她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 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 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她都是些是被抛弃 被伤害 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 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你知道吧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 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 跟我说 杨丽我男朋友 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在后头呢 但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 都白说你知道吗 我最近觉得 我已经没有资格 谈恋爱了 我觉得不会有人 再爱我了 因为我最近 睡觉开始打呼噜了 可能我很早以前 就开始打 只不过这几年 一直没有人 有机会听到 谢谢你们 你们不懂 打呼真的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 它是一切浪漫的终结者 你知道 女生打呼 打呼就跟 攻击打鸣的原理是一样 就是都能让一个男人 瞬间清醒 前几天吧 因为进了决赛了嘛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 叫几个朋友 去喝酒 庆祝一下 然后我就喝得有点多 结果就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男生 送我回家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衣着整齐地 独自在床上醒来 然后我就给 那个男的打电话 我说 首先是这样的 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说以后 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但是我依然想问你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也很诚恳 他说 我本来也想了说 要不要来留下照顾你 毕竟你喝了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感觉 你要睡着了 吐了 再把自己枪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分钟 你就开始打呼了 而且你越大声音 越大声音 我觉得这么粗壮的喉咙 应该是枪不着了 但是 他说 你怎么能打那么大声 有一个电影叫 集结号 你看过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年纪轻轻 我还没有谈恋爱 我就开始打呼了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me 你们是不是想不通 为什么要一直说英语 因为我不管要打呼 我还要打广告 这个广告还顶啊 512 Talk在线青少尔音乐 这人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教学 青少尔的时候来学 长大以后 连打呼都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下载512 TalkAPP 还能免费试听 我终于念到商务了 一记了 这是我第一个商务 别人都念过 结果我没念过 我想说我一点商业价值 都没有嘛 反正这个比赛呢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这场演出 应该就是我这个比赛的终点 但是 我会让它成为 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以后人生没有比赛 我只有两件事 就是谈恋爱 和念商务 而且这两件事 排名不分先后 谢谢大家 我原历 我原历